密碼也许你有一个后面有一个MySQL 或者是简单一点用SS 你就把帐秘放里面对不对 然后呢slate之后的话你可以按照那个账号嘛 因为账号是unique嘛不会重复的 然后再比对一下 第一个有有没有查到这里面有没有这个账号 如果连这个账号都没有密码都不用比对 如果有账号的话那再比对密码 然后就可以让他login login的话就是 按登录的时候 那他就可以跳到另外一个页面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需要用到增加一个aclivity 再增加一个页面可以跳过去 如果不是的话也许留在原来的位置 或者是说跳到一个什么 申请成为会员的那个页面 然后我讲这边的话后续当然自己可以再做变化 那里面的话在第一个 我们这个界面上面非常简单 反正在上面的话这个应该是最基本的 主要是这个跟这个还有登录 那最后的话相关讯息的话你就把它修在这里 因为我没有跳页 我只是简单做一个demo 然后呢这边的话相关的页面大概我才有 大概画面上面看到的 那这个是EDT01 EDT02 然后这边一个button 底下的话有个简单的testview 这样子 然后呢 source部分的话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呢 我们一样 给一个URL的post 的一个网址 不过这个网址 后面不用去传一个什么 问号啦 data 因为 我们的参数不是从这边传 而是从 这个从我们的URL参数的这个方法里面传递 那里面的话连结 然后按下button的时候的话 我就做这个方法 poster string的方法 本来是get string的方法 那底下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就是产生一个httposter 然后呢 这个名称的话呢 我们叫httposter request 然后呢并且把那个 我们上面的那个字串放进来 就是告诉他说 你那个JSP的位置在哪里 啊其实 如果不是JSP ASP PHP 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 因为反正他会response 结果给你 那再来的话呢 我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list 那这个list特别主要 这list主要是因为我参数不止一个 那一个 两个 三个 所以呢这个地方 我这个清单里面的话 那我就把它放在这里 那清单的名称里面 会用到一个叫 name value的par 这个也是一个类别 这个类别 然后呢把这个清单放进来之后 new一个什么呢 new一个我们的 就是把我们的参数放在这里 用add的方式加到这个清单里面 然后呢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要对应到那个就是 我们的这个 JSP里面 丢过来之后 特别注意 你一定要先确定一下你JSP 所以里面要get的到的这个名称 跟这个名称 一定要相吻合 否则你丢过来东西 它接不到就会产生error OK 那这边的话呢 两边是要对应到的 所以我第一个参数这个 那里面的值的话 那我刚测试的时候 因为我不想要一直key 每次到他key的话 所以我这边可以怎么样 把它改成什么 edt 这个是01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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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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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另外一个也是一样 所以这边的话呢 底下 因为测试的时候 因为每次都要一直key 所以 在测试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直接输入一个值 让它知道说可以跳过去 ok 然后的话这边改成edtest2 那也就是一个 参数对应到的就是它填的资料 ok 这两个对应到 然后一样的话 把值 转换成unicode 那个utf8 然后最后的话 再把它做切字 最后再产生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把最后的结果 再把body的部分呢 前后都切掉 留下我们要的部分 最后秀在画面上面 所以这边的话呢 最后我们来demo一下 基本上就是 直接输入 Terry ok 然后这边的话比如输入1234 好了 按下登录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讯息传递过去 它会return给你 一个 一个 Response结果给你 那你就利用那个什么 就是testview 可以把这个接到 OK 利用这样的方式 那 不过这种方式 其实撰写起来 当然 比起get 其实会复杂一些 而且 错误的机会也比较大一些些 那我们是多一个用list的方式 去传递参数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好了 那等一下我再把source 给各位参考 因为这地方 画面是有放上去的 不过光要call这几行 恐怕 应该对各位来说 都不是太简单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